Hello 朋友们好 我是吉弦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了 这会儿是礼拜四 下午还在乌克兰奥德萨这 两件事先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呢 关于这个核电站这块 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的信息面啊 多少有点不对称了 是这样 两个因素我对这事特别担心 第一个呢 是乌克兰当地政府这块 已经在进行了 怎么说呢 教育吧 大众教育 就告诉我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各种所谓的防范措施 基本上你防不住 地球上的生物有几个能抗得了电离辐射的 但是告诉我们就是做好一切最坏的准备 随时可能会发生 这是乌克兰政府呢 最近这几天一直在通过各个渠道告诉民众的 另外一点呢 咱这伟大的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这回你看说的很正式吧 再次通过微信这种官方渠道 向在乌克兰的民众啊 进行通知 我这事儿我还是通过那帮真的是每天骂我的帮爱国豪杰告诉我的 为什么 我他妈微信自打开战以来你就给我封了 你这乌克兰大使馆除了微信还用点别的吗 你把我们在乌华人的微信给封一杯干净 然后呢 我就再注册我身份证都注册不了 然后你所有对华人的通知都通过微信渠道来发布 你直接通过那个什么内政参考消息好不好 你就上党员能上微信了对吧 让我们去完成新一轮的注册 你那会不是说在这的公民都撤完了吗 那我们还注册什么 再说了 从你上次收集那消息 就我微信在没被封之前 我给你的那个消息 我也没换电话号码 我也没搬家 对吧 就我他妈填完表 你说等你撤侨你也没动静 就填完表 啪 您就精准打击 把我们这给封一干净 又来一波注册 但是怎么说呢 咱俩还是行 不多吐槽他了 就这事你们都知道咱们国家玩的这个 是吧 这人有人说这要装孙子 我觉得这不算 这孙子都没这么坏 这北京话可能叫装大尾巴狼 我说呀 你这样 你给我封一干净 你不让我注册去吗 你开门营业 老子上基辅 上基辅 当面我给你备案去 你大使馆你也不营业 从开战 跑得比谁都快 撤得比谁都都勤快 到现在你也没营业呢 你登记个屁 假客气什么呀 行 咱还不是说这个视频 为了怎么来去批评 大使馆的做法 但是他做什么了 一点没夸张吧 一点没有歪曲事实吧 你们都看得真真的 是不是中国公民 对 我给你拿护照 你们看看 列位 不是要中国护照吗 能看见吗 这还是中国护照吧 我是中国公民 您把我微信封了 让我备案 没地儿备去 知道吗 不是我不备 你使馆也不开门 你甭跟我们假客气了 好 咱还是说这正事 就是说 所以通过这两方面的确认 一个是 咱苏维埃这边的消息 还有我们当地的消息 结合到一起 确实是我们这个 怎么说呢 压力挺大 神经也紧绷 所以这是说 炸核电站这事 那么其实我这一时就开始 关注啊 这个新闻动态 看就真的很想知道 又发生什么事 结果呢 这过了一天吧 关于核电站的事呢 没听到什么太多 然后听到另外一个 让人不太开心的消息 就是李文 coco李文过世了 怎么说呢 这事我第一感觉 就是挺遗憾的 因为我这岁数人 1985年出生啊 民国74年出生的 我们是算是 年轻的时候啊 青春期的时候 真是听着Cocos的歌 不是 Coco的歌啊 听着Coco的歌长大的 就很多 他的 我觉得经典的作品吧 还是能够有时候 就回想在这个 这个耳边吧 就感觉 那个 有点像符号似的 就是感觉就是 我们成长的这一代人 卧槽 这一代人的偶像都开始 都都过世了 都走了 就这感觉 然后呢 咱再细一看啊 说是因为啊 抑郁症 对吧 抑郁症 然后自杀的 这个就怎么说呢 让人觉得更惋惜了 您琢磨 抑郁症 怎么怎么回事 你抑郁症 你让一说这事呢 我想起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都比较知名的人 谁啊 崔永元 小崔 对吧 您琢磨 但凡你为什么抑郁 其实就是活在一个 大的撕裂的一个状态下 有太多的事啊 你可能想说 没法说 受了委屈 受了不公待遇 一个体拧不过大环境 你这才导致抑郁呢 真的 要么你就痛痛哗哗的 活在一个 所谓的自由点的世界里 对吧 一切都都都特别敞亮 也行 要么呢 你就活着跟那个大多数一样 就傻不呵呵的 共产党万岁啊 整天你说什么 毛主席万岁 他就放弃思考了 这人呢 也痛快 他也不太会抑郁 但就是啊 你在一个地儿 觉醒过来 你发现呢 醒了以后 孤独 难受 一切都和你想的不一样 你再看身边的人 跟僵尸似的 我只有立场 我不要 我不要我的思想 国家的利益 就是我的利益 党说什么呢 就代表我的意愿 你脑子什么时候 对吧 你什么时候大脑被活摘了 还是怎么着 你脑子想 怎么他的意愿 就是你的意愿了 你是人类 你不是蜜蜂 那不是那个蜂王说什么 你干什么 当然了 这个我正根觉得 当然我这人啊 属于不爱看病 那会儿我他妈心里难受 说一门抑郁呢 这个就无所谓了 我这人是心特别大 反正这个医生不给我确诊 那你就没法说我抑郁了 当然我这也是 整天开玩笑 自个儿拿自个儿都开玩笑 对吧 也就是我这心大 估计没被他给气成什么抑郁了 还行 逮什么就说什么 你想啊 导弹 核威慑都没给我弄死呢 还能被他给气死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是我第一个 就是对李文的这个 这个离世的这个看法吧 我多少觉得啊 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想法 但没法表达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 我特别不开心的 又看到什么呢 这还不是说你们爱国粉红这块 可能啊 就说是 您要是当我 拿我当反贼 就是我们反贼这块 有些个极端主义者 又开始去挖所谓的黑料 你看李文生前 这就是一个粉红 李文又怎么样 如果说您觉得我是反贼 那您听听我反贼怎么说 好吗 那个很实事求是的说 在我心中啊 李文是一位少有的 杰出的人民音乐表演艺术家 好吧 唱歌的 艺术家 我觉得我叫 我称他为艺术家 就是我觉得他那会儿 我们年轻的时候 听他的歌啊 多少是有韵律的 他是在演绎的 不太像是现在年轻人 玩那些rap什么的 您可以说我老了 我听不懂那个 但是我觉得 那个至少是有唱腔 有调 我觉得我们广他 至少我广他叫艺术家 我觉得不亏等 那么他呢 不是个政治家 不是革命家 对吧 他也不是官员 那你说他粉红 所以我们要对他 怎么样去仇恨 记恨 我觉得这个多少 就有点把仇恨 扩大化了 就像我头两天 一直在强调似的 我不相信 九千万 全是恶人 九千八百万 全是一条心 这里边有恶人 这个宗教信仰的初衷 可能也有很大一部分 邪恶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不信他 但是呢 您再仔细想想 就是如果说 你们迁怒于他 您想这么一事啊 李文 把谁家房子 给强拆了吗 李文那个一脚踹翻三轮车 不让那个摆地摊了吗 我也不恨李文 李文没给我封号 对吧 给我封网禁言 喊打喊杀的 不是他 所以我心中啊 你要是仇恨 我也有 我也有恨的人 但是我到现在呢 我也是在劝自己 恢复理智 好好想想 我恨九千万吗 不恨 给我摁摁扭的那个人 那是个刽子手 我恨他 以及谁给他下达的命令 那是他上面的人 直线的 这是我有理有据的去恨他 对吧 你这个是违法的行为 我是把你啊 当做敌人看待 因为你与我为敌 你与人民为敌 那至于他的旁支 有了所谓的刚入党的共产党员 或者就真是一个心存善念的 或者呢 就真的是政治觉悟不高 对吧 我相信啊 人家李文老师也不是说研究历史出身的 你真问他到这个1919三几年以前的事 民国时的事 他也未必知道 因为他受不着这个教育 还一个就他的专业领域啊 人家学怎么各种唱法啊 怎么写词谱曲什么的就行了 就像我们似的 你那会问我什么C++啊 纸针啊 什么各种对战协议啊 这我清楚就行了 你问我什么南京条约啊 什么北京条约啊 我背不上来原文 这个不等于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程序员 对吧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 就这事 不要把仇恨扩大化 也不要太借题发挥 我希望人家就是一路走好 安息就完了 还有一个呢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觉得就我自己对这事的态度啊 不会影响我对这位已故的人的任何观点和看法 但如果呢 你们过度的去拿这事怎么解读 反而会影响现在还存世的这些人 对你们的看法 那么咱也不代表代表任何人 咱就代表咱自己啊 如果您觉得我要是反贼 那您听听反贼对这些事怎么看 您要觉得我爱国 我觉得那您是可能真理解我 哎 怎么说呢 我也不是要坚定的反对谁 我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呼吁和平 回归理智 实事求是 去探讨问题 好吧 我还是听有的就是说 呃 现身说法的 就是患过抑郁症的人 呃 他们也说这个咱就当终极关怀吧 就是说这个可能对于李文自己来说呢 也许不是太坏的事 可能他这么一走呢 就对他来说啊 相当于就是做了场梦 很安详的就一直活在梦里 也没什么痛苦 也没什么更多的这个可生气的事了 是吧 那就也挺好 真的 我就是这心态 你没有违背自己的主观 主观意愿 对吧 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 如果他觉得这挺好 虽然我们觉得特别惋惜 啊 但是也就也就行了 也就这就是劝大家啊 如果您也觉得和我一样觉得很遗憾 就是劝您 没受什么罪 虽然呢 一个人才就此泯灭 呃 但是呢 这个体制内泯灭的人才还真不止这么一位 对吧 呃 虽然我觉得艺术家也挺可贵的 但是啊 您看 好多科学家 好多真正有识知识 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那些人也是挺值得我们呃 惋惜的 所以多珍惜 现在存世的人啊 多帮他们传播思想 多帮他们发声 我觉得这可能是您活着 能够为这个啊 和谐社会做的可能非常伟大的贡献了 然后呢 少去喊喊口号 既别喊打倒谁 我说的还不是打倒中共啊 您也少喊点什么打倒美帝 打倒日本日本鬼子什么的 这个就就挺好 做错了事 我们谁都不袒护 知道错了 不是为了把他要弄死 而是把他指证出来 告诉他这个 哎 你错了 为什么错了 我们希望你改 我们希望你怎么改 我觉得这才是人呢 对吧 回归理智 咱们大家都当个正常人 然后咱再说 在正常人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信仰各种主义去 再去追求各种什么精神层面的 这个这个 享受啊 或者精神层面的这个 释放 那 哎 你这整天喊打喊杀的 真的 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界 连他们细菌都算上 我就没见过几个 能有这么极端主义的 所以您这个 信了邪教 我不相信啊 我也不愿意说把 信了邪教的邪教徒都怎么样 能够说悬崖勒马 回头是爱 我觉得 仍然是可以 怎么说呢 仍然可以接受 只要您手上还没沾着鲜血 当然我相信啊 大多数人 真的我相信大多数人啊 也都是糊里糊涂 也没几个真正的屠夫 那个屠夫啊 有 呃 都在上面了 都 先聊这么多吧 拜拜了